礼拜前早上五點鐘 跟我們來探討一下 這個Ada Mi Ting的一些分享的技巧 那今天 哎呀有個新朋友進來的 是嗎 哎呀下記誰 下記誰進來 我們歡迎新朋友 這個可能是Nana 是Nana嗎 那可能是Nana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 哎呀Nana 哎呀我在等你啦 可以啦 我們應該真的就要開始了 哈哈 因為我怕你忘記了 因為上個禮拜 沒有沒有沒有 上禮拜天沒開 所以我們這個禮拜 我們現在是新的一年 我們是新的到新的開始 2021年我們就開始 我們的Ada Mi Ting 所以我們照樣是禮拜天 早上九點鐘好不好 我們九點鐘在網上 我們是大家分享一下 來探討一下的課題 OK我們每次視訊 都我們會用我們的視訊 那個口號來開始 那我們上次也嘗試用韓文 來講視訊 不過今天我們就直接 我先給大家聽一下 我們視訊呢就是 真愛靈魂 經營夢想 堅定信念 跟謙卑服務 加油加油加油 這個是我們每次開會的時候 開始都會 所謂喊的一個口號 但是這個 這個視訊呢 其實有很大的 很多的韓譽了 韓譽裡面呢就包括說 我們公司怎麼經營 我們怎麼做服務 我們怎麼去經營我們的夢想 這個是都在我們的 這個四個口號裡面的 其實在Azam meeting裡面呢 我們也在嘗試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四樣東西呢 是公司裡面一直在堅持的 核心價值來的 對吧 我們怎麼去 我們去珍愛我們的靈魂 那我們這個公司 Aidome呢 這個靈魂裡面強調是什麼 強調是一個善念 是一個善的一個事業 換句話說是一個比較真心的事業 它是所以珍愛靈魂的意思 基本上我們要從善的角度 我們從好的良心的這個部分 我們的董事長的那個用詞就是講 這個企業是一個良心的企業 Aidome是一個良心的企業 所以我們要珍愛靈魂 那我為什麼要經營夢想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有一個很好的目標 我們必須有一個很好的夢想 這個夢想可以是為自己 也可以為別人 那我們為什麼在我們要經營這個夢想 是因為我們在Aidome這個事業裡面呢 我們每個人都必須有自己的一個 很好的目標去完成 這個目標也可以是說 你可以是為了一個養老金 比如說我以後退休的時候 我有一筆收入 我就不要擔心以後退休金的問題 也許我們也可以是說 這個夢想我可以要去環遊世界 或者我可以去接交更多的世界的朋友 或者我們可以去幫助我們現在的家裡的 是要很充足的 因為我們公司有很多很好的產品 這個公司用了很多95%的努力 去把這個產品塑造出來 那我們只要5%的這個信念 去跟我們周邊的人分享 所以這個是跟我們公司本身一個非常 在合作上一個互信的一個信念 所以我們覺得說公司有這麼好的產品 那怎麼樣去把這個產品的興趣 去傳達給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親戚 我們的朋友 我們周邊的人 這個就是我們的信念 第四個大部分就是謙卑服務 它是在強調說 我們在服務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謙卑心 我們去服務我們的客戶 服務我們的朋友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這種謙卑的那種心態 為什麼我們要謙卑 基本上在服務的領域裡面來講的話 謙卑才是最有力量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謙卑的心 我們才真正能夠去服務客戶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這樣的角色 主要是把這麼好的產品 交給我們的消費者 然後教會他們怎麼去使用 讓他們自己去感受到這個產品的那個品質 所以把這個四個字的口號濃縮起來 這個東西就是愛多美的一個核心的價值 所以我們都一直在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試信會的時候 都是要開始用這個方式來做開始的 那我今天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就禮拜六 我們有一個One Day Semina 就是我們有一個成功系列的 那個中國網站上面 它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分享會 就是一個小時以10點到11點鐘 我是建議大家每個禮拜六 早上花個時間去聽一聽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分享會 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第一個部分它就是董事長講一些話 就是整個公司的經營的方向 然後第二個階段它也講產品新產品 第三個階段它也告訴我們產品的一些使用方法 然後最後做一個 那個有時候最後它可能會一些頒獎之類的東西 所以每一個小時裡面的這個裡面 我覺得第一個環節的那個董事長講話的時候呢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副董事長它本身就是這個公司的領導 領航人 它的方向呢就跟我們的方向是不是一致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一直在聽它的所謂的戰列 產品的戰列 產品的戰列呢 這個產品上就是從10年前 我所了解到現在愛多美的產品戰列 從來沒有改變過 從愛多美的產品戰列 英文就兩個字 就是X3 Price X3 Quality 中文我們翻譯起來是什麼 絕對的品質 絕對的價格 為什麼它是絕對的品質 因為公司必須要保證這個品質呢 是中上的 是好的 對消費者是有利的 那我們知道好品質的產品 在目前市面上都賣得很貴很貴 因為他們認為說這個產品這麼好 它應該賣那麼貴 包括在名牌的一些品牌的產品 他們的品質呢 他們認為說它是品質是最好的 但是這是在世界上裡面 是這個產品是最貴的 所以高品質跟低價位 基本上是一個衝突的概念 但是在愛多美裡面呢 它變成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就是 我們可以買很好的產品 很優質的品質的產品 但是我們用一個比較合理的價格 去購買 這個是公司的產品戰列 所以從公司的產品戰列裡面呢 你就可以去研究出來 公司為什麼現在用我們分享的這個方式 讓每一個消費者去接受 去了解這個產品 而不是用大量的廣告 而不是用所謂的明星的一些效應 就是我們有些明星的粉絲 然後出來做廣告 做代言 公司絕對不走這個路線 為什麼 因為這個路線要花很多錢 我們知道你知道一個電視廣告 一個電台廣告 一分鐘他要花多少錢 那公司認為說這個錢可以省下來 我們把這個錢省下來 然後用比較低的價格給消費者 但我們又不能夠 我們還需要一些中間的傳播者 或者有人叫做行銷者 去把這個信息傳達出去啊 所以公司用的這個方式 等於是廠商直銷的方式 因為它本身是 愛多美本身是一個製造廠商 它有些產品是別人代工的沒有錯 但是它有它自己的工廠 它自己生產 別人代工它也必須要有 根據它的流程 根據它的規格做出來的 叫愛多美的產品 那這些產品 基本上就是愛多美廠商自己製造的 OK 那我們是廠商直銷 廠商直銷的概念是什麼 我從工廠裡面直接交給消費者 那中間有一個 有我們這些團隊的人 就去分享而已 我們就等於是廠商的 那現在在中國裡面 全世界現在做的愛多美 其實是網購的網頁網購的公司 它是網購就上網就可以自己買 跟廠商直接買 那你的利潤空間 基本上就是你的價格就會比較合理 你不會被中間的層層剝削 然後廣告 用經費一大批的東西都剝削掉了 以後你剩下的 你的價格當然是非常貴 所以公司講的這個戰品 那個戰列來講的話 產品的戰列是走這個路線 因為我們要把很好的產品 然後很合理的價格 交給我們的消費者 這個就是我個人非常敬佩 愛多美公司在做的一個事業 因為如果說真的有人 可以做到這個地步的話 那真的是不簡單 我個人是非常佩服的 因為我一直都在想說 你這麼好的產品 你為什麼賣貴一點 你賣貴一點的話 我們經銷商的那利潤不是多一點嗎 大家分多一點嗎 不是更好嗎 但是公司不是這樣想法的 他認為我們應該是賺合理的利潤 合理的佣金 而不是做大 就作為那個 暴力型的方式 讓每個經銷商賺暴力 然後一陣子就不見了 他不是這樣的一個經營策略 他是經營的是一個 比較穩定成長的一個事業來的 他希望每一個消費者 都能夠去體會 去真正用到這個產品 那消費者喜歡上這個產品的時候 我們這個事業才能夠做長久 這個才是一個穩定的一個事業來的 因為如果消費者都能夠接受這產品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就覺得這個產品是非常值得信賴的 我們在韓國不只在韓國 我們你知道我們在現在那個全世界 這個愛多美的產品的退貨率是多少個%嗎 誰知道 丹丹知道嗎 丹丹知道嗎 你知道產品的退貨率有多少 愛多美的產品退貨率 就是每一個消費者買來以後 他會把這個產品退回去的機率有多高 在韓國的上行 我覺得我賣了 我這邊沒有 有有有有 就這樣子吧 有人會要求退貨的 他覺得產品不好他可以退的 公司也會考慮 他也沒有要求 他也沒有要求 他沒有要求是主動提出 不合適他 然後幫他換 我遇過兩個 有些人是說 我遇過兩個 寄過來不是他要的東西 然後他會要求退貨的 或者說寄的時候他損傷了 東西弄壞了 這不是只有1% 沒有 現在韓國裡面的退貨率不到1% 100個人裡面 沒有一個人 就是少過一個人在退貨 哦 這個紀錄來講 包括安利 基本上他的退貨率都比我們高 所以我們就知道 愛多美本身這個產品的這個做法來講 很多人就不用他 但是你用他以後就會喜歡他 因為他的產品基本上都保持在那個水準 就在中上的水準 那我們從性價比來講 只要是同等價格的那個那個產品 跟他的品質來比的話 我們還是屬於最便宜的 性價比來講的話 我們還是最便宜的 當然我們不能夠跟這些廉價產品來比較 因為廉價產品有些人賣的很便宜的 對吧 但是他們沒有品質的要求 他們是亂來的 那這樣的話 這個產品我們比不了 因為畢竟是不能性價比 我們從性價比來講話 愛多美還是性價比來講話 都是非常高的產品 這個就是產品的那個那個戰略 就是公司10年以來 這個公司成立大概有11年了 11年以來這個產品戰略從來沒有改過的 都是這樣走這個方向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這個公司本身 在堅持這個價值跟這個核心的時候 他們是真的是堅定信念的 公司也是走這個信念來跑的 那我們也相信這個信念也是我們大家能夠共同追行的 要找尋的一個目標 喂喂 聽到嗎 這個聲音有一點 聽到 聽到 OK 好 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有個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我們大家來學習一下 怎麼樣去自我介紹 其實自我介紹 我們這個可以放在我們的一些 一些宣傳媒體說 你需要的話 我們有WhatsApp 面子書 最主要是你要告訴別人 周邊的人 你當初怎麼會遇到這個愛多美 然後在愛多美的那個部分 你在裡面 你在經營什麼的夢想 希望達到什麼的目標 然後可以讓更多人來幫助你完成這個目標 其實這個就是愛多美的一個 一分鐘的自我介紹的一個目的 我們透過一些動態的一些形式或者視頻 我們去自我介紹的時候呢 就可以讓每個人去了解 為什麼愛多美這個產品會讓你感動 那我們做到這個產品的感動的時候呢 別人當然也會因為這樣子的話 會受到感染 我先做一個示範來講 一分鐘自我介紹來講 我們可以講說我自己本身 就是說我叫Sherryson 我叫人家叫我師哥 那我是馬來西亞的華僑 那愛多美基本上在碰到的時候 第一次碰到的時候呢 我介紹人基本上不是直接的 是Helen 我是還有一個老人家 這個老人家已經去世了 他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特地過來找我 有關於這個愛多美 開始基本上我是應酬他的 或者是說 我不認為這個東西是可以做 因為我知道這樣產品好 我就用用看吧 所以我就用了產品 基本上我也試用了這個產品 給我三年 我才知道說這個產品真的不簡單 這個產品真的不簡單 因為這個產品真的 他講的東西呢 是可以驗證的 他的品質是可以驗證的 他的所有的那個東西 你只要去試用他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他的成分 包括他現在的保健品裡面 所有的保健品 基本上都是用草藥製成 但是跟我個人上來講 我是比較接受草藥的 我比較不能接受西藥的 因為西藥速度很快 但是他負重也比較大 那在草藥的這個保健品裡面 我就所有這個草藥 我都想去了解去嘗試 去看一下他這個成分 然後他的反應到底是什麼狀況 那我第一次接受是因為 因為就是那個中國叫幻力影 幻力影能夠給我一個很好的驚喜 因為我們在用幻力影的時候 你發現到我們平常這個體力不支的時候 或者我們精神不好的時候呢 幻力影可以給我們一個 提高我們自我的免疫力 讓我們的那個每一天裡面呢 都能夠保持一個良好的精神狀況 然後現在因為在馬來西亞 幻力影也斷貨了 每個人都在搶 因為疫情的關係 每個人都想用幻力影 來提高自我的免疫力 來保護自己 所以在愛東美這個 接觸十三年過程中裡面呢 我發現到說他的產品的優勢 確實是可以讓我感動 因為他產品真的 我們不用他就不 就不知道 用了他以後呢 就非常喜歡上這個產品 因為他東西又不貴 我們從來沒有想過說 不貴的東西可以有這麼好的品質 好的那個 這麼好的效果 然後我們很多人 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欣望錢 去買所謂的名牌 所謂的那個有品牌的那個產品 但是效果也不怎麼樣好 那我們是建議說大家都不妨 就看一下愛東美這個產品 去了解 多了解都接觸它 讓我們每個人 因為這是每個消費者的權益 讓我們每個人用合理的價格 去買一個優質的產品 在中國我們叫大眾精品 大眾精品 這個是我的個人的分享 有沒有 你覺得這個分享還做的 講的還可以 可以可以 那單單一分鐘自我介紹 你要怎麼講 我怎麼講 你來練習一下 我叫朱小丹 然後是一個在從 等一下再重來啊 我是小丹 然後我本身是從事這個汽車美容 還有零部件的一個生意 然後呢其實在13年的時候呢 我一直有在做韓國的代購 嗯嗯 那當時呢 因為謝老師的原因 認識了愛多美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從來不會幹這種事情 嗯嗯 然後呢 呃 後來他 但是我說如果是 東西是好的話呢 我是肯定會願意去 呃推廣 還有去使用的 那後來呢 呃 Helen她就給了我 一堆產品 說可以讓我在這邊 試一下市場的反應 那結果我發現我派送出去的 或者我銷售出去的 大家都有好評 然後呃 我之前從來沒有試過說 因為產品的一個性價比啊 或者好用的問題 人家會給我回 就是複購 那是愛多美這個複購率 都會讓我有點驚喜 而且我自己使用的產品 還真的是蠻不錯 那我就一直在分享給身邊的人 他們給我的反馈都是很好的 我覺得就是我去分享這個東西 其實是給自己沾光的 嗯嗯 那所以的話呢 我就一直 呃 然後我我也是通過 呃 一些活動 會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品牌 就有一 有一次我們是做那個呃 培訓 然後Helen這邊贊助了一些東西過來 然後而且現場還擺了攤 結果當時的那個銷售率 讓我有點驚訝 結果就很多東西她都給賣光了 呃 嗯 然後我那時候的話呢 我也沒有說是要說去做金儀 我只是覺得我一心是幫Helen去做翻譯而已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個翻譯 然後我很想收這個過程 嗯嗯 好 然後一直當了好幾個月的翻譯之後 我會發現 嗯 這個東西是有人持續跟我購買的 那我就覺得去開始了解它的制度 那我知道哦 這個我在Facebook啊 上面去找很多很多相關愛多美的資料 首先我要確認它是不是真的是 在韓國有啊 是不是真的在全球很多地方的人都在推廣啊 人家的評價是如何呀 包括它的制度 我我我沒有說很一下子弄得很清楚制度該怎麼玩 我只是知道哦這個東西還是還能賺錢的只是時間的問題 嗯 所以的話我就會慢慢慢慢的去接受了這個生意 我覺得是在我 我本身個人很喜歡化妝品 然後我覺得我會一直去用這個東西做做推廣 我又不用去煩惱我的貨源問題 也不用煩惱韓國每一個月更新的一個包裝 還有一個關於假貨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會挺喜歡這一份事業 嗯 嗯 好謝謝謝謝丹丹 這個我們可以這個公司的這個保證 這個企業保證 公司絕對不賣假貨 公司絕對不會做這個事情 那個這個他連那個產品的部分 價格的部分他都可以跟你保證 光是他那個品質的問題 當然市面上我們不敢講說 有沒有人會不會去反貌這個產品 我們不知道 有人會認為說這個產品很好的 都會去反貌 這個這個可能會在市面上會有這樣 可能會有這種可能性的 但是 愛多美本身絕對不會做假貨的 因為他向來都是保證我們的品質 是有一定的品質的 假貨有很多時候是很多劣質的產品 這是公司非常非常重心的一個事情 因為一個有良心企業的就不會去做假貨 好 那我們這個謝謝丹丹 那個我現在這個這個介紹 其實可以讓我們看得到說 我們每個人在接觸愛多美的時候 一些正常的反應 跟過後的一些產品的感動 其實這個部分我周邊的人 讓你讓他去知道 去傳達這樣一分鐘的自我介紹的時候 每個人也會因為這個東西 想要多了解一下產品 因為他只要他願意來了解產品 我們分享產品就容易很多了 我們自來而然就可以告訴他 這是東西怎麼用 這個產品是怎麼性質的 效果怎麼樣 那我們在講的時候 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有利 那公司的制度怎麼玩的部分來講 其實我們可以花點時間去了解 但是重點還是了解在產品的方法 當我們產品會用的時候 會分享的時候 制度本身就會有他自己的一個效果出來 所以Helen一直在強調說 我們這個制度其實開始玩法很簡單 就是A線B線裡面 你必須要量20 一邊有20個 一邊有20個 百分百的產品愛用者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可以 基本上你就成功了 我們就要確保A線B線裡面 都有20個最基本的 100%愛用者 什麼叫100%愛用者 就是他非常喜歡這個產品 然後他自己非常喜歡用這個產品 堅定不移的使用產品 這個100%的愛用者 那這100%的人 會幫我們去分享給另外100個人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分享的力量就會出來了 你想想看20個人裡面 一個20個乘100 他這個倍數成長是多麼快速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根砸在哪裡 砸在每一邊都有20個產品愛用者 20個產品愛用者 Helen and I write Helen and I write Helen I say A line and B line must be 20 people of 100% user Yeah OK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先開始的時候 要確保100%的產品愛用者 Nana Nana 你要不要來試一下 一分鐘的自我介紹 你沒能聽到我講話了 我在地鐵上面 你在哪裡 在地鐵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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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關係 叫你去聽就好了 OK 那我們想說接下來 我們就有關於產品的分享 產品 我們愛用產品來講話 你們在我們當中裡面 我們最喜歡的 是哪一些 因為每個人喜好不一樣 剛剛丹丹講說 他會比較喜歡化妝品 對不對 那我們也可以用化妝品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用了這個化妝品以後的效果 跟反應怎麼樣 然後你跟比較起以前的韓國 代購一些產品的品質狀況怎麼樣 丹丹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 就是我以前的話 會接觸 大概有超過十個的韓國品牌吧 因為它韓國的品牌 其實它有一個邏輯的 它比如說是 中低端的 然後有中端還有中高端的 其實這幾個跨度我都有在用過 那很低端的那些產品的話 它是會偏彩妝多一點 然後它所有的那個產品線的話 都會很多香精 然後包裝很美麗 那它在包裝上面 其實我會發現 他們會花費很多很多的一個成本 那韓國為什麼 就即使是低端的產品 它在韓國出來中國之後 它的效果還是很好呢 因為他們統一的來說 他們的一個成分的複雜程度 比較低 因為我們的臉上 主要是補水為主嘛 所以的話呢 它的成分一旦單一了 它產品的成本就降下來了 所以整體來說 很多韓國的一個護膚品的性價比都蠻高 那去到中端的那些產品的話呢 它的那個包裝設計相對是比較成熟 同時的話呢 它的那個產品的香味是沒有這麼濃的 那到了高端的話 它更多的是那個雪花秀啊 厚啊或者那個歐匯的這些 它這些產品的話呢 它的那個香精就更更貼近那種純天然的那種感覺 所以的話我是這樣子區分以前的那些產品的 那以前韓國雖然是很多產品有效果 但是它每到三個月到半年的時候 它就會去到一個瓶頸的期 然後愛多美的話我現在使用下來的話 大概有差不多大半年這樣子吧 那我當然是一直在試不同的產品吧 但是它給我的感覺還是很不錯的 就是它每一款產品它有它的特性 但是它的包裝的成本確實 它是不是用在設計上面 它是用在那個材質上面這樣子 嗯然後它的一個產品的成分 當然它每一個都有它的一個專利技術 這個是在我在接受這個產品方面的來說的話 是在認知上面已經是有不一樣了 因為以前你去到認知其他品牌 它只能是通過你自己去嘗試啊 還有它的那個所用 採用的材料的那個成分去判斷嘛 那那愛多美的話它在這方面的 一個人傳人的這個 這個愛用者的這個一個方式上面來說 還是比較 就沒有這麼官方 而只是一個更多的實在的一個體驗 那如果是在彩妝上面的話呢 愛多美的一個唇膏 是做的很不錯的 嗯還有一個是粉底 就是BB Cream的這個 它是就Fondation跟BB Cream的那個防曬 這些還是做的很不錯的 只是稍微弱一點的可能是 在於它的那個 嗯 眼影啊的顏色的搭配啊 或者是在一個其他的一個彩妝的 一個一個彩妝線的一個 是屬於它比較弱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是直接 是一個韓國普通的素顏妝 那愛多美的產品還是可以 可以去做到的 因為其實在使用方法上面 它的一個唇膏 它可以離譜很多地方的一個東西 那眼線筆啊 還有那個眼線筆也是 它出的顏色是很不錯的 在外面買不到前棕色的 在這裡可以買到啊 嗯 那大概就是我對於 整一個系列的一個產品的感覺 那如果是在身體護膚 或者洗髮水上面來說的話呢 它的產品還是很不錯的 因為它的也沒有很多的香精 它更多的是貼近一個純天然的一種感覺 而且它更新的頻率比較高 是是是是 是是是 來好謝謝謝謝 謝謝淡淡的那個分享 這個產品的部分是非常精彩的 它在看得非常透徹 當然每一個公司走的方向跟那個做法 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但愛多美基本上呢 它在彩妝的部分來講 可能顏色多樣化的部分 可能都是它的強項 但是公司的產品的安全性 成是它的強項 因為它在追溯每一個產品的時候呢 它必須要確保這個產品 本身是屬於天然健康的 對身體無害的 這是它堅持的原則來的 我還有差一句 我還有差一句 這個是Helen教我的 我之前呢 就是每款產品我都會問她 然後我有一天問她 她的那個類褲好不好穿 她說這個不行 你不要買 那我覺得對於一個廠家 她出來的東西 不可能是每個產品都去到很 100%的一個很好 那我們作為是經銷商 或者是一個推廣者 我們只需要抓住我們自己喜歡的東西 去跟客戶說就行了 嗯嗯嗯嗯 沒錯沒錯 就是當然我們 你說它所有的東西呢 都是說每個人都一定會喜歡 那不一定的 因為每個消費的消費 喜歡興趣的傾向也不太一樣 不過重點是公司在堅持這個原則 你可以我們可以多觀察一下 公司所用的成分 是不是保證我們對於我們的皮膚 對我們的身體是無害的 因為公司先堅持這個原則 再來看說這個產品 怎麼做到一個最好的一個效果 如果說因為很多產品 基本上在化妝品裡面呢 剛剛丹丹也講了 很多時候又加一些精油 或者是香味的東西 讓我們每個人去喜歡上它 但是重點是說在埃東美 它走的路線會偏向你盡量做天然的 而且這個氣味部分呢 基本上是無害的 氣味的方式 不要讓我們因為喜歡這個東西 它會傷害我們的身體 那我埃東美它堅持這個原則 希望說能夠做到一個健康 天然的一個化妝品的系列出來 但是效果的部分呢 包括現在我們知道 安平現在賣的非常非常 這個一出來的時候會很驚訝的 因為它是出來一個很天然的東西 效果也非常的好 那是在 然後剛剛那個丹丹裡面有露了一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化妝品的部分呢 埃東美是用一個科馬的技術 這個科馬這個技術呢 這個非常 它是一個研究機構來的 這在中國 在韓國裡面是最大一個研究機構 這是政府的一個研究單位來的 但是埃東美可以使用這個研究機構的這個研究方法 所以它的產品的方法 研究的部分都是從科馬這個技術來的 而科馬很多在全世界很多很有名的那個化妝品的代工廠 都是也是用它的技術的 所以我們 這個是歐美品牌很多大牌都是 好像資生糖啊 對 按摩力啊 然後還有一個是 蘭蔻好像也是用糖加的 對 都是他們這個技術來的 但是因為他們的走的方向 就不太一樣 走的方向呢 就可能會 用了這個技術之後 加一些比較 不是那麼天然的成分在裡面 去製造出來的 那這個就是埃東美跟別公司不同的地方 對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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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對 che子 就有時候 上水然后倒水喝就可以了 这个铁植的 这张现在只有韩国有的 Ian 好刺 好刺 So now I can call you Iron Lady 看一下 This is fully for woman 铁 铁 铁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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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是铁来的 铁植 所以我叫她 她喝了以后 她就叫铁娘子 Women and children have to take 铁植 哦 妇女跟小孩 都要补充铁植 铁植 好吃 Helen you know why 铁娘子 You know what is a 铁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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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n lad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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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汉子 女汉子 你们叫女汉子 我们叫铁娘子 就是 就是固执 倔强 我也不是 就是很 就是很 就是这个 这个是比较有 强势领导的女人 就是铁 铁娘子 或者铁 女汉子 就比较强势的 女汉子 女汉子是指 指的是一个女人 把一个女人当成一个男人用 那个叫彪汉 我们说一把铁娘子就是说他在领导风格 就比较强势的一个领导风格 叫铁娘子 所以Ian lady 是这样的意思来的 Ian lady 一个英文的 Ian lady 这个人是非常精干 非常强势的领导者 就是Ian lady 开玩笑的话 但是Helen是讲说我们要补充铁子对我们妇女跟儿童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铁子很多都不够 那这个铁子在爱多美的是用天然的水果去制成的 因为水果里面有一些 这个有这个铁子 这有什么水果啊 Helen how many type of food are you Ian? Oh one pack a day What is the ingredient? What is the content of the food? Oh ah fruit Yeah what kind of food is that? Oh many kind of I will share You share it to the group The fruit Okay What is the ingredient? How many type of food you share it to the group? Uh Blueberry I don't know Blueberry Fruit Bruber Lan Mei Grape FOO Thao FU Thao The grape the Expert Bru Çünkü S anche Bru bijvoorbeeld E kein Red ber tone Bru switching Ca Red berate Red berate Brulichen Red berate Red berate Strawberry? Okay, I will share this picture. Next, let's go to the Azaa. You can see some books, videos, and share with us. You can share with us some real energy. You can share with us in the Azaa. Do you want to share with us some information? Nana, do you have to share with us? No, but I have a question. Okay, you have to ask. It's the last one. It didn't have any changes. It was the yellow color. It was the yellow color. It was the yellow color. It's the green color. It's the blue color. No, it's the yellow color. Hello, I want to ask you about the Azaa. 这个叫什么,精华译啊 那个名称叫什么 actually is 对啊,那个叫什么呢 我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马上弄过来 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那个 或者我们先找一下看那个东西 那个名称是什么 要问Helley说那个名称 你搞懂 那个是 Cream来的吗 还是 没有没有 它是给它试的 它是痘痘机 它想试用一下 然后试完就没太大效果 哦,这个方法 哦,这个吗 啊 ok, actually essential This is Hydra Brightening Care Hydra Brightening Care Hydra Brightening 就是美白补水啊 美白补水的 嗯 它是那个 那个客户是需要美白表水吗 不是,她皮肤有很多痘痘 她涂了这个之后就有刺痛感 哦,皮肤痘痘啊 是用这个吗 皮肤痘痘这个 OK 之前Helen建议 哦,Helen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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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One of the consumers They use this product And then because The skin is not comfortable And come out of the pimples So you know what happened Is it too sensitive to use this one Or how What is the What is the After use this you have pimple Yes,yes I What is her skin type Weely Or Dry Nana 你知道那个吗 Nana 你知道你的客户是皮肤的性质是什么吗 油性的吗 还是干性的 油性的 她肯定 是这样子的 她有痘痘的皮肤 一般都是水分很少 油分很多 然后她毛孔堵塞了 她就会长这种痘痘 然后就会发炎 所以她是因为 痘痘有浓包的那种状况下 用了这个 会有刺痛的感觉 但是她后来不是没有痛吗 也就是 减缓 但是她 但是突然还是没什么效果 对着那个修改液 效果不明显 就没改善 不过削了一点点 第二天 那天后来 后两天来过 送产品的时候 我看没那么红了 其实她痛的感觉没有了 那也是对了 因为她开始的时候 会有反应的 对 她毛孔阻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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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会变成 对 她毛孔阻塞很严重 那先处理她毛孔阻塞部分 先清理一下 因为皮肤毛孔阻塞基本上 你比较用一起痘痘的 尤其是油性皮肤都比较用一起痘痘的 OK 我们就先处理一下这样子 Helen Oh the skin type is 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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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our skin like these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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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smetic cannot observe the deeply so other cosmetic observe like this until like until here okay yeah yeah the whole time atomic cosmetic observe here like this here because atomic cosmetic size very small small leaf size hello will i suggest her to keep keep going to use atomic yes but but uh but uh please here uh finish uh until finish yeah many people have the waste here waste here so it told me it told me uh cosmetic observe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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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this waste merge this this waste merge because of atomic cosmetic uh the field and this is merge understand mean by my okay me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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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 her skin her her surface skin have uh dead dead skin dead skin do you know uh that i don't yeah i know uh uh understand,understand understand 交质的 交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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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she need to peel in gel and peel off the mask together Mask How about the cleanser? How about the cleanser? Of course deep cleanser and foam cleanser have to use. That is basic. Okay. And she needs to take off the dead skin. Okay. Okay. That is better process. So, Okay. So, 就是先把它洗干净 那个气角质的事件状里面 就是那个气角质的那个湿蓝面膜 先清理它的皮肤的那个死皮的那个部分 然后再来用回你刚刚那个 那个部分的效果会更好 因为不然的话它那个死皮 没被清理的话 它那里面的东西它出不来 它吸收进去以后它出不来 这可能会呈成像那个痘痘啊 泡泡这样东西 因为它脏嘛 那个表层那个死皮太多了 太厚了 这样明白吗 对我就先清理 我明白 明白 and she she needs this together spot solu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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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like so it like this there there well you you yes show on n and yes on 她說她用其他產品就不會吃痛,她會用其他產品就不會吃痛。 她沒有進入滲透。 如果她用其他產品就不會吃痛,她只能用其他產品就不會吃痛。 她只能用其他產品給她用其他產品就能用其他產品。 如果她用其他產品就能用其他產品就能用其他產品。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usually three or four drops, usually, but if she, but if she, maybe I will, I will use, I will use a lot, I will use this a lot. I will use this a lot. I will use this a lot. Can you, can you, can you, can I see the, can you give me to see one more time? The product, the product. Show the product again. The 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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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that's okay. If I use so many, can I use so many if I want to better, to, to become better for us? Actually, this is very strong. Very strong. That's why. Mix better. Mix better. Yes, but I use so many. I use so many. If you, if you not feel painful, then you can drop more. if you, using so many. You will not feel painful. But I use so many. But if you pain, if you pain, no more. If you pain, no more. If you pain, no mor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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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很多我是希望它快点好 其实我那瓶东西我真的是往死 你用我用很多可能五六滴 七八滴这样子 因为那时候我听那个 董事长说他说这个 东西你可以使劲的 往上抹然后效果会很好 我就使劲的往上抹了 所以我我对于 他这些产品我会用很多 所以我之前那段 时间我产品还没给你的时候 我脸上真的没怎么长 痘痘我现在还是长痘痘了 又开始 赶你给你 他给我 我觉得我要会再买 一点因为我觉得用多了 然后我的皮肤就会比较安全 不会长或者它的那个硬会 消得很快我现在没有了我只能是 用那个那个 套盒然后就 随便这样抹一下就完事了 刚刚那个Helen的 主要讲法是说开始说是有些 油性皮肤先把刺脚皮的 屎皮的部分的表层性清理干净 不然你在使用的时候的 它的生成的那个渗透里面呢 它东西会出不来 它会阻塞 这个明白 为什么Helen是对那个美白那个精华水呢 因为他说因为那个女生预算有限 所以他建议用那个 因为那个的话 它那个的英文 直译下来就是补水 然后提亮肤色 它也不是纯美白 哦 也就是补水为重 哦 OK OK 你问一下 你说那个 high dark brain brighting 它的 你跟Talent 确认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 补水的同时 是提亮肤色 而并不是美白 我看我有没有理解错误 你是哪一个 那个蓝色罐子的吗 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的功效 因为我 我知道它 比如说它那个东西 它有 brighting 这不美白 它只是一个提亮的意思 它并不是变成wide scale 然后呢 它前面那一个的中文的意思 大概就是一个补水 它是通过里面那个圆圆的那个精华粒子 然后把它搅匀 它那个是有一个提亮肤色的那个功效在里面 然后那个水的话呢 它是比较清爽的 它放上去 它并不是滋润它有补水的效果 就我从产品的理解是这样子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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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en can you show again the blue the blue bottle the this how you show the blue one oh this OK 是这个吗 Hydra brightening Hydra brightening 是这个 你问的是这个东西吗 是这个东西吗 是这个东西吗 对对对对 OK OK can you explain about 对就是做这个东西 Hello OK Helen can you explain again about how to use this the blue bottle the blue bottle before buttoning or what kind of function ah this supply hyd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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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n skin the hydration wh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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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an by hydra hydra hydration the foundation is uh mois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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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湿的 润湿的 啊保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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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保湿的 means put so many water to my skin yeah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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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保湿的 water 保湿的 主要是保湿的 oh how about brightening yeah and and whitening 也是有美白的效果 也有美白的效果 美白 你跟大家确认一下 因为美白的话呢 它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是通过补水之后 让皮肤变成亮一点 但是有一种美白的话呢 它用了上去之后 它直接是可以直接变成美白 那从皮肤的那个护肤瓶的角度 如果它带有美白成分的话呢 它的补水是会降低的 如果它只是纯补水的话呢 它是只是会让皮肤有很多的水之后 变成亮白 你要看一下怎么去跟它去确认这个定义啊 OK 我再问一下 我觉得它这个应该是 辛苦了 OK 刚刚讲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 这些问题 第1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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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the main function Is it for whitening or for the 和湾合作与 Brightness and hydration which we try first which one first lightning first or the which one is more important which one comes first actually headquarter the supply water better but a user saying whitening is strong drone white tea 有人用出来两个反应都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他可能没有办法给一个比较精准的回答 但是补水先还是说是他的美白先 他有些人讲说用了以后呢他补水效果比较好 有些人用了以后觉得美白效果比较好 不是他功效排前的问题 是他的一个 这一款产品的一个原理是怎样子 他是原理性质他并不是一个哪个牌子 他因为你这样问他他只会答出 他会理解成是他的结果是先美白还是先补水 但是你要问他原理 原理啊他那个原理 或者你那个那个部分先叫他把那个产品的细节 那个部分传过来我先消化一下好了 再问他会比较清楚一点 好吗 那就那就忘记他把我自己查了 我可是个默默 我觉得他是个默默 我是个默默 我是一个默默英武啊 我这个产品都没搞懂我怎么翻译呢 我是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是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内向成就东基的自学宝宝 然后放弃他吧 这个我到时候教你吧 好吧好吧 你去深入的去 这个你是专家 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效果是哪一个比较明显 哪个比较不明显而已 不不不不 辛苦你这个脑 辛苦你这个男人了 是啊是啊 辛苦你这个男人了 有点挑战 OKOK 那你去找一些资料吧 那他是现在那个我可以叫他把一些 放一些这旁边的资料过来我们参考一下 希望吗 行了我在Facebook自己找吧 那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开那个 Azai meeting好不好 OK 所以Nana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还有什么要问 还有人的吗 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了好像是这样子了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Azai meeting了 我们也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议了 时间蛮长一下了 所以我们后面基本上就是有关于 产品的一些传达信息的成功案例 或者是事业成功案例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讲的过程中都有在涵盖了 所以我们在怎么去分享我们爱多美里面的产品呢 可以让我们更多人去接受 或者我们去传达这个事业信息的时候呢 怎么让他们明白说爱多美这个事业是怎么如何去做经营的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再详细谈这个部分了 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一个总结 然后就可以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那个Azai meeting 所以整个讲起来的话呢 我们从公司的那个大方向来讲 就整个大方向的 它是那个产品的战略方向方向方式呢 就是它要提供给我们最优惠的品质 然后以最合理的价格给我们消费者 这是公司大方向都是要这样走的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整个配合公司整个大方向里面呢 我们利用分享的这个效果 把这么好的产品尽量分享给我们周边的所有的人 公司也特别强调 它才会95%呢 它会把所有的这个产品呢 努力的做成最优秀的大众精品 那我们只要用5%的努力呢 去分享给我们周边人就可以了 各位如果刚刚讲那个班达也提到 有关于这个体制部分呢 如果去做一些安排 那我们也简单的回答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体制里面呢 只要大家都注重这个重点 就是我们A线跟B线里面呢 必须要去培养20个100%的产品爱用者 100%的产品爱用者 就是他这是非常非常喜欢爱多美这个产品 而且每天无时无刻 每个天或者每个礼拜都有在用 这个产品啊 但是在用的产品之中 他又可以让他省了不少的钱 不管在化妆品方面 还是保健品方面呢 可以让我们每个人 省下不少的一个 预算的费用 因为我们其实不用那么贵的 价格去买这些产品 又可以得到我们应有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爱多美里面 特别强调的一个核心价值 所以今天我们也谢谢大家 花了一个多小时 来跟我们探讨这个 Azhar meeting 有关于爱多美的产品 跟他的一些企业的价值 所以最后我们也用我们的私信 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例会 好吗 我们的私信就是 珍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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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So you want to speak in Korea? You show us how to speak in Korea? C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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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有东西分享 OK You want to share something OK 不是他分享这个 这个视讯的 珍爱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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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用英文 用韩文来认识 叫我们韩文 好 OK 好 Helen, you start 珍爱灵魂 珍爱灵魂 C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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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want to learn Korea C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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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this is You Sandra, you know Corea? 성명한다 밑음에 서명 겸손히 Chongkunni Chongkin da Chongkin da Yeah, A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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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謝謝大家,再見 辛苦了,再見 Dandan, Dandan, Dandan,你還在現在嗎? Dandan 什麼?還在啊? 你想这样子跟我聊天吗 你那个什么